今天这个中华不是一回事 在台湾出现了一股台独 配合中共解放台湾 在内部颠覆 中华民国台湾台北病情 这股台独叫什么台独 叫社会主义台独 台湾中央研究院大名鼎鼎的院长 李远哲先生 在1996年 99年的两次发表谈话中都说 我们早期台独人士 都是社会主义者 我们跟共产党在最接近 许新娘闯关 你们知道是谁派的闯关呢 是共产党用巴林斯炮艇 把他送过海峡中线 然后让他去闯关 做民主席 70年代海外 台独的任何命令的 主要资金来源 来源于中国共产党 海外台独的主要领袖人物 不但是马克思主义者 都不断地连续地回国 回北京数据 大家不要天真的认为台独非我族类 台独是非我族类 可是他属于共产党这一笔马列党族之类的 即便今天在美国的许须多多我这个年龄以上的台独人士 他们都自称是一个光荣的马克思面临主义者 直到今天共产党是搬起石头扎了自己的脚 他培养的台独 他生下了台独 今天台独真的是不想做中国人的 要走出中国人 是非他们不想做中国人 可是他们还在和共产党一唱一和呀 大家不要以为共产党今天高级做所谓的民族主义的大旗 在反对台独 那不是要统一是要统战 这是我们中国大陆人人人心知肚明的事情 不要以为台独今天是在反共 不 他是在反华 这才是台独的真相 作为一个中国人 一个中华民族的子孙 中华的儿女 必须坚定的反对共产党 反对和共产党有些千丝万里联系的 台独是反华台独是 感谢观看